各位朋友好,我是Jester 先前有介绍过两只传奇的食人野兽 分别是非洲的鳄鱼,古斯塔夫 以及在尼泊尔及印度两地的查姆帕瓦特食人虎 都有许多人不幸葬身在他们嘴下 但陆地上有种肉食生物 体型上比前两种生物都还大 如果人类碰到它,也只能祈祷能逃过一劫 它就是熊 其中北极熊跟中熊是体型最大的熊 今天故事的主角就是中熊 是发生在日本的三毛别皮事件 被号称为史上罪恶猛兽习人事件 这起事件是发生于1915年的12月 地点位于北海道三浅郡的三浅村三毛别 而凶手就是北海道陆地上最大的肉食动物 北海道中熊 而日本人称中熊为皮是沿用中国的古称 所以这起事件才被称为是三毛别皮事件 1915年11月上旬 北海道的磁石也是大雪纷飞 一天深夜,磁田家的马突然开始狂笑不止 原来是有一只巨大的中熊进入到磁田家 但因为惊动了农用马 导致中熊被人们发现 中熊闻身后随即逃走 时隔多日,中熊再度出现 磁田家主人磁田副帐 请来凌村两位幼鬼谷戏巴 与金子副帐 三人埋伏多日但一无所获 又隔几日,中熊第三次出现 猎人开枪后虽然击中熊 但并不是致命的一击 中熊很快的负伤逃离 他们沿着熊的踪迹一路追踪 但是由于当晚的风太大 被风扬起的雪 严重的影响前进 不得已只能放弃追踪 按照凌村的猎人说法 这种熊由于一些原因 而没有找到可以用于冬眠的洞穴 因此被叫做无洞熊 这次出现的这种熊 就是因为体型过于庞大 难以找到合身的洞穴 所以没有进行冬眠 相比于一般洞熊 无洞熊的性情会格外的狂暴 对于食物的占有欲 也比一般洞熊强很多 而且它找到人类的攻击后 脾气暴躁的它 激起了向人类暴富的心理 果不出其然 灾难真的降临了 池田家事件发生越一个月后 初冬的北海道秋季 收获的粮食作物都要运输到村外 村里的男人们都忙于装卸 运输等事物 大部分的男人都早出晚归 村里基本上只留下老幼妇孺留守 1915年12月9日 寄出于太田家的长工 长松药籍 与家族太田三郎早早就出门工作 当时太田家留下看门的是 太田三郎的妻子 阿布玛悠 以及准备作为养子过季家门的 邻村孩子 年见干熊 两人留在家中挑剑红豆 当天中午 长松药籍 回到太田家准备吃午餐 进屋后发现 干熊一人坐在火炉旁 一动也不动 药籍 以为这个小朋友在装睡 便故意的一遍大声说话 一遍靠近干熊 但干熊毫无反应 等药籍走近后 眼前的场景让他大吃一惊 干熊的喉咙被划开 留下一道巨大的伤口 脸部下方流出了一大滩的血 头的侧面 已经有一个拇指般的大洞 早已没有了呼吸 看到眼前恐怖的景象 药籍马上又颤抖的声音呼喊 此时应该也在屋内的女主人 阿布玛悠 但屋子却是安静无比 漆黑的室内里 完全没有任何动静 但是却能隐隐约约闻到一股血腥味 邀急察觉 出大事了 连忙地跑出房间 向其他村民寻求帮助 当村民们赶忙跑到太田家的现场时 同样的也被眼前的景象给吓坏 他们从地上的脚印 和干熊的伤痕判断 房内的血迹斑斑 窗边还留下数十根麻油的毛发 村民们朝窗外望去 血迹一直持续到了森林路口处 村民们认为阿布的遗体 可能被宗雄带走作为失误了 而且推测时间发生在当天的早上 十点半前后 十二月初 被害到日落特别早 带大家安置好干熊的议题后 太阳已经准备熄下 村民们聚集在离太田家 五百公尺处下游的 民警安太郎家中 讨论如何善后 最后 决定隔天一大早 由齐藤十五郎 率领由男性村民组成的三十人 宗雄讨伐队伍 开始追踪宗雄的主祭 目标为击杀宗雄并带回阿布的遗体 这天一大早 齐藤十五郎 率领的一行人 浩浩荡荡的出发 要去讨伐凶手 他们追寻着昨日留下的足迹 前往森林寻找宗雄 仅仅前进了一百五十公尺左右 就发现了这只宗雄 他的体型非常巨大 目测站立起来 约有三公尺高 比当地常见的宗雄体型 还要大上许多 全身黑褐色 胸口处有一道白色的皮帽 一直延伸至后背 与通体黑褐色的皮帽 形成鲜明的对比 仿佛 像是日本佛教僧人所使用的夹杀 所以他后来被称为夹杀玄 一见到他 持枪的村民 慌忙地举枪对着熊射击 但并没有集中他 被枪身下行的熊 突然发狂冲向搜索队 吓得队员四散而逃 好在无人受伤 在宗雄逃离后 队员们开始了搜索 最终发现了阿布麻油的遗体 并带回太田家准备为他善后 并准备举行守夜 当天晚上 村民由于担心熊再次袭击 不敢在太田家久留 前往眼下后就离开 其中一名搜索队老经验的猎人 古喜霸 在离开前 想要劝说这几人离开太田家 他说 一旦宗雄尝过人肉的滋味 就再也停不下来了 今晚宗雄必然会再来的 最后只留下了九人 在太田家举行守夜仪式 果真被老猎人料到 突然一声巨响 房间内部的墙壁轰然倒塌 是宗雄带着怒气来找他的战利品了 污难的人们慌忙逃窜 好在这九人中 有人鼓起勇气 大声敲击油罐 并尝试开枪驱逐宗雄 村里的人听到声响 也立即赶了过来 宗雄受到攻击后 朝下游民警家的方向逃逸 好在这次袭击没有人受伤 民警家当时的主人 民警安太郎因外出不在 里面有他的家人 包含妻子阿米等共六人 以及前面提到率队的七成十五郎 他把家人也安置在民警家 包含怀孕的妻子阿祖共三人 加上要及 一共有十人在民警家避难 在太田家刚刚被驱赶的熊 怒气匆匆 在仅仅20分钟后的8点50分左右 闯入了民警家 他打翻了火队 屋里一片黑暗 阿米马上逃出屋外 却因为要转回去 救下到推乱的赤子勇次郎而折返 背在背后的四只梅姬 遭到忠雄攻击啃咬 要急剑撞 开始准备向门口处逃跑 熊马上就注意到了他 并开始追击 可惜运气不佳 被熊咬到了腰部 瘫倒在地上 阿米趁机赶忙带着梅姬和勇次郎 头也不回地逃出家中 之后 忠雄开始攻击 被困在屋内的人 咬死了三岁的金帐和唇翼 并开始啃咬六岁的盐 此时 躲在蔬菜储藏处的阿竹露出了脸 兄立马注意到了他 直接开始转向攻击阿竹 以怀有声音的他 最后还是难逃熊爪 此时 刚刚在太田家 追着忠雄而来的村民 赶到了民警驾 从重伤的阿米 与孩子口中得知 忠雄袭击 村民认为屋内无人幸免 应该要放火烧屋 或是直接向屋内开枪射击 当阿米坚持屋内有幸存者的作罢 最后村民决定分成两队 使用两面夹攻的方式 结果在屋子的前门遭遇忠雄 却在混乱中 又让忠雄逃脱 之后村民进入屋内 发现金帐 村姨和阿竹的遗体 另外 也发现生还了另外三个小孩 其中 被啃咬的盐伤势严重 最后也伤重不治 截至此时 加沙玄 已经在两日内 杀死了六人 已经造成重伤三人 所有的村民 都来到三毛别村避难 居民们也都关门闭窗 不分日夜的 燃起了柴火来吓唬忠雄 几天前 被派去通知政府求援的 7战15郎 终于跪来 在得知自己的家人被害的消息后 一个人 倒在雪地里痛哭 同时 村里的老人 村长的人 聚在一起讨论对策 最后 还是决定交由警察处理 警察方面 由北海道厅警察部 保安科与晃分署长 兼共 出面组织讨伐阀队 他们开始分头前往山林 寻找熊的下落 但是这只熊 非常善于隐藏行众 讨伐队经过一段时间的搜索 天黑前 依然一无所获 眼尖夕阳已经膝下 捕猎队经过讨论 考虑到 宗雄有夺回猎物的习信 便准备来一个守株歹兔 他们与被害者家属 取得共识 利用还放在 民警家的受害者一体当儿 6名猎雄能源 首次猎枪 在民警家横梁上待命 果然 当晚熊从森林出现 在民警家门口停了下来看 有明显的警戒性 过了许久 熊终于闯入了屋内 然而 队员们 却因为紧张 没能第一时间的开枪射击 熊看到埋伏了队员后 迅速逃走了 剑事态 久久无法平息 虚传入军第七室 拍出了步兵第28连队 30多人前来支援 同日 钟熊趁所有村民 都集中避难的时候 在无人的村落里面 四处游荡破坏 偷吃村民养的鸡与粮食 而且这只熊 对于女性使用过的枕头等贴身物品 特别的感兴趣 喜欢拖着这些物品 四处走动 此次这熊 已经越来越嚣张 开始光天化日之下 出现在村落中 晚上8点左右 一位在巧遍守卫的队员 发现河对面的木桩影子 有些不对劲 本来只有6个的木桩 却有7个黑影 听到报告的监队长 马上对对面大喊 你是人还是熊 对面没有回应 队长立刻命令队员 朝河对岸开枪射击 呛响过后 有一枪击中了这个黑影 黑影随即马上转身 狂奔着向树林逃去 讨伐队发现钟熊的脚印和血迹 判断钟熊已经中枪 并马上紧急召集了 剩余讨伐队成员 一起上山搜寻 在这些队员中 有一个人叫三本兵级 是来自鬼路春温根的一个猎人 他的猎雄技巧高超 几十年间 猎杀了无数的猎物 是大家公认的顶级猎人 他头戴军帽 他的王牌武器 是一把二字的莫辛纳干部枪 据说他当时打算退休 所以卖了这把枪 他晚到的原因是因为 要把这把枪输回来 三本兵级认为 整群的讨伐队 太过吸引注意 因此他选择独自由其他方向进闪 熊被上百人的 讨伐队声音吸引了注意力 一点都没有注意到兵级 已经从他背后的山路 慢慢的靠近了他 兵级悄悄的 溜到了距离熊 仅仅20公尺的地方 躲在一颗白橡树后面 他慢慢的端起猎枪 瞄准熊的心脏 开了第一枪 但是熊没有倒下 转过身盯着兵级 准备展开攻击 兵级冷静的上膛了 第二发子弹 瞄准了宗熊的头部 开了第二枪 熊最后终于硬身倒地 讨伐队听闻枪声后 迅速赶来 看到的只有坐在熊附近的兵级 已经躺在地上的夹杀悬 12月14日早上的两声枪响 传奇猎人 结束这头食人猛兽的生命 经过解剖后 在宗熊的胃部 发现许多人体的残肢 证明此熊 与之前的机器攻击事件有关 受益推论 袈裟选高270公分 重380公斤 推定7到8岁 有着锐利的巨抓 强健的肌肉 以及与趋力相比 异常巨大的头部 杀死忠雄的三门兵级 在之后 仍继续投入猎雄行业 直到1950年 高龄磁士为止 他在猎雄生涯里 至少射杀了300头以上的雄 自明治为新以后 日本政府认为北海道 乃是日本北方的大门 便开始大力开拓 原本荒凉的北海道 同时 鼓励民众移民北海道 由于政府承诺 会补贴费用跟物资 许多贫苦的民众 便开始渡海 前往北海道 这些移民的到来 使得北海道 大量的森林被砍伐 导致原本居住在 山中的野生动物 活动空间被急剧压缩 许多动物 甚至出现在人类的聚集地周围 其中 更是包含了许多肉食性的猛兽 本次事件中 出现的大部分人物 都是这种性质的北海道开拓民 他们居住于开拓的临时村庄 房屋 多为茅草 或木材大建脆弱不堪 村民的武装程度又极低 难以有效滋味 所以才导致这场悲剧 先进的弟子 也已经立有纪念碑 悼念当时不幸过世的人们 加沙犬 真的是万恶不色的野兽吗 我不认为 他也只是人类活动下的被害者 居住地被迫减少 而为了活下去 才攻击人类 会说他只偏爱女人 我想是因为老若妇孺 比较好下手 而他攻击成功后 记住了这些七位 才会一再挑他们下手 最后 我觉得这起事件 双方都是受害者 人类 如何与大自然界的动物 和平共存 是我们值得去省思的 我是Justin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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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